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如果我们四只脚 即是猪牛羊那些 吃得多都是致癌 因为本身是动物的东西 不关致氧 对 致氧方面最主要是产生脂肪量 现在大家喜欢吃偏向肥的肉 例如打边炉 喜欢吃冰花牛 吃过猪扒 喜欢吃黑豚肉 就是因为脂肪比例高 脂肪比例高 其实产生致癌物的机会稍微高 但这方面的研究 没有人知道 究竟是否吃过神户牛柳 比起吃过本地黄牛 会更差 没有人知道 烹调有否影响 有些人说是精煮白煞 有些人说是鸡肉 有些人说他真的吃煞鸡肉 鸡胸肉 真的很好吃 其实不好吃 他也顶得住 然后他又说是健康 真的健康 又不用喝小瓶奶粉 那是否呢 白煞可以很好吃 大家想想一下白煞 就是白煞 白煞也可以好吃 烹调最主要是温度 在越高温的情况下 产生致癌物是越高的 所以举例 你直接放入明火烧烤 产生致癌物的机会一定是最高的 接近明火的温度 但不见火的 包括几类东西 例如电子烧烤炉 例如光波炉 例如烤烤烤鲅 超级市场在烤烤鸡 即烤炉的烤烤炉 焗炉烤炉的 即是高温烤炉的 其实产生致癌物的机会 也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是蒸 煮 这些温度明显会低很多 如果蒸 其實蒸氣溫度最多是百多度 因為水蒸氣是百度 但如果放入焗爐焗 預熱也要二百度 如果光波爐下限至三百多度 所以這些會產生致癌物 會與溫度有關 不需要我問 如果我真的從此之下發憤 吃得很清淡 那我應該不會有癌 起碼是大腸癌 我知道有些家長很緊張小朋友 從小到大 如果我知道後 我一直被他們吃慣 即食譜都是以蒸煮為主要 那時候是否機率會低了 你說起這件事 令我想起一個我的好朋友 因為他自從發現自己有大腸燒肉之後 他不讓小朋友吃肉類 但我經常勸他不要太極端 因為我們知道兩方面都是大有人才 就是他一路一輩子吃肉 他都可以沒事 反過來說 原來另一個極端 原來他一輩子 都只是吃青菜、吃齋 他一樣的大腸都可以有事 因為其實有幾個因素 第一件事 有先天因素 先天因素就是我們的遺傳基因 我們的遺傳基因 究竟有多容易令到大腸癌走出來 其實沒有兩個人一樣 沒有兩個人一樣的意思 即是就算是兩兄弟都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他說為何我這麼不幸 我有大腸癌 我爸爸、媽媽、兄弟姊妹全部都沒有 因為我們要記住 我們的遺傳基因 爸爸出一半、媽媽出一半 而且那一半是每個撞下去都不一樣 為何兄弟姊妹都不一樣 因為爸爸、媽媽拿的那一半 不是剛好你那一半、那一半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人的遺傳基因 究竟有多少致癌成分 我們不知道 至於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後天 攝取致癌物 食物只是其中一方面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環境因素 包括我們空氣裏面的致癌物質 污染物